你这么做险些铸成大错 可是我答应过阿妩 不能暴露静儿的身份 保护她的安全 连你的父亲都不能暴露了吗 阿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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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这满朝文武 京城上下 都在寻找这孩子 你身为江夏王 树大招风 你不知道吗 太后的手下 都追到顾府去了 这孩子只有在我们这儿 才是最安全的 可是父亲 阿妩不希望静儿 卷入权力的纷争 他是皇子 这是他的宿命 就如同你我父子 肩负复兴王室 这世之重任也并无选择一样 是吧 采薇拜见江小王 不用起来 不用起来 怎么 听说你受伤了 不过是挨了一脚 不碍事的 你们都下去吧 只没想到托姑娘帮忙 反而连累了姑娘 真是不好意思 江夏王曾说过 王姑娘家世代交好 也不必说这般身份的话 倒是我误会你了 不管怎么说 是我宽姑娘在先 其实那个孩子 跟我无关 采薇知道 世子风流 有礼有节 江夏王 断不是那般轻浮之徒 不管怎么说 我不应该骗你 只不过那个孩子的身份 江夏王不必说了 那孩子适合身份 采薇无心过问 之前发生的事情 我会守口如瓶 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采薇相信江夏王所为 定有道理 你要是能体谅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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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